HELLO 大家好 我是PHOEBE 我今天穿的比較休閒一點 我今天要做的是空瓶劑 東西有一點多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陋藏 那我先從我喜歡的 就是我會一直回購的東西開始講起 還有我不喜歡的 剩下我還會講一些 剛好我今天跟昨天新買的 保養品跟化妝品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喔 我突然想起來我還會講那個 試用品我會不會回購的 因為我一大堆就是空掉的試用品空瓶 所以我也會連這個一起講 今天講我覺得好用 POLA 你們應該就是很多人都知道POLA吧 它是有德諾貝爾講的保養品 然後這是他們的乳液 機能乳液 我覺得超好用的 就是多很多天氣超乾 但重點就是它太貴 然後一瞬間就用完了 400多塊美金吧 因為它連這個殼都很貴 所以你們用完之後 這個殼千萬不要丟掉 它就是可以轉起來 然後換另外一個罐 這個是他們兩年前的精華液的包裝 它現在應該已經換了 它每年都會換 可是沒關係 就是它裡面這個東西還是 填充的都是一樣的東西 再來洗面乳那個 魏陰酪 就是演魏陰酪的那個女生 烏雅妍就有在網路上推薦 說我真的覺得他們的洗面乳很好用 但我這一罐好像其實不是洗面乳 我這一罐是他們的按摩霜 他們的按摩霜真的相當好用 它按摩霜還剩一點點 有一股很高貴的痰木味 我覺得相當棒 而且如果你臉上有什麼小問題的話 需要急救 或者是你今天在外面吹了一天風 臉很乾 你只要用了這個 你的臉就會馬上好 我通常就是泡完澡之後 我都會用它就是 在我的臉上按摩一下 或者是有時候過於疲憊 它是疲憊救星 但他們都是我覺得單價有點高 然後再加上我們現在在北美購買 其實比較不容易 我們都是要請代購 所以我講的價錢 其實可能還是會比你去日本買 還要貴蠻多的 如果你剛好去日本玩的話 也可以在日本買 POLA的眼霜真的超好用 我真的是用盡生命把它擠到最後一滴 它真的好好用喔 就是因為我是容易戴眼睛眼睛會乾的那種人 可是我只要用POLA的眼霜的話 就算我戴美銅片 但是這是不好的示範 就是如果你戴美銅片 盡量還是4小時到最久8小時 不要超過12小時 不然你真的是對眼睛傷害非常大 但有時候就真的是無法控制 然後就戴超過12小時 但是因為有擦綠眼霜 就覺得眼睛沒有那麼乾澀 我最近才發現了 大概幾個月前吧 去body shop買東西 他們現在剛好在做那種三罐 就是買兩罐送一罐的那種活動 發現他們的這個清潔面膜 真的非常的有用耶 因為有很多清潔面膜就是 不痛不癢 而且還會讓你的臉非常刺痛 可是這一罐就是我真的用了之後 它真的會把我的臉做很深層的清潔 呃刺痛的感覺還是有一滴滴 但不會很痛 可是毛孔裡面的髒東西 在泡澡的時候 真的就是 全部都跑出來 超棒 因為我覺得女生只要一出現 身體出現橘皮 你就要非常小心 那就是一個你老了的警訊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身體保養的這種乳液啊 或者是受生酸啊 沒事還是要多抹抹 不要就是 等到橘皮出現 就算出現你長膜 然後長按摩 跟運動 還有泡澡 也可以大量的減少 但是如果你就是 真的就不理它的話 你真的就會變成看起來超老的 所以 女生一定要注意 就是 對於身體的保養 我覺得也是相當重要 另外就是 POLAR的美白霜 這個我已經用掉三罐了 而且它是 你可以換 這裡是可以換的 所以我就是 你只要用完之後 只要再跟代購買裡面的甜充物就好 這個算是他們 因為它這個是它 它有翻很多line嘛 像它的這個黑色的這個PA 是他們最貴的line 但是白色這個是 比較負擔得起的價錢 雖然跟一般普通的保養品比 它可能也會稍微貴一點點 但是它們東西真的超好用 我真的大力推薦 這就是資深糖的抗老頸痔霜 我覺得它 雖然跟我以前 二十幾歲剛開始用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點沒有像以前那麼好用了 它有一股成熟女人的味道 用光光了 再多人多這種風大又冷 然後一天到晚都在開暖氣的地方 我還是覺得它的 雖然就是有一點讓我 沒有以前那麼驚豔 可是我還是覺得它有 達到它應該有的效果 所以這個其實我已經回購過三四罐了 泡澡的這個我真的覺得 它就是海鹽粉紅色的 是一個很熱愛狂愛泡澡的人 因為我常常會因為肌肉痠痛 然後睡不著覺 我有超多不同泡澡的東西 等一下新買的東西裡面 你們也會看到 超香 然後泡起來超舒服 它沒有任何滋潤的作用 所以你可能可以再加一些就是 泡澡油 但它的味道真的讓人覺得非常舒服 非常的放鬆 Ole的這個洗澡的 它說會age define 如果你第一次用 你可能會有一種好像洗不乾淨的感覺 但是多人多都真的太乾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用起來還算蠻滋潤 但我不會天天都用它洗 因為我有時候也還蠻懷疑它到底有沒有洗乾淨 但是這個是我覺得我會再買第二罐 而且它的味道也蠻香 就是有一種女人味的味道 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這些試用品我會不會買 先講這個是 我先把頭髮類的講 這個是弄頭髮 就是早上起來你只要抓一下 它就會變比較膨 重點是你吹頭髮之前噴它 還蠻快的 就是一下就會乾了 這個我其實有買過大罐的 但是我應該不會再回購了 因為我最近就是比較喜歡用魚子醬精華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試過這些 然後你是一個想要快速吹乾頭髮的話 其實這個是好用的 我蠻推薦的 這個也很好用 可是它味道臭臭的 所以這個是我不會買的 然後它也是讓你頭髮蓬鬆的產品 這罐也是 然後這個我之前其實也有分享過 我有那麼多小罐的小罐的是 因為一方面我想要試試看 所以我直接之前也買了一整組 所以這其實不是sample 是我花錢買的 然後一整組都是適用噴頭髮的 這個的味道我就完全不喜歡 但它們的效果其實都是好的 只是味道我不愛 檸檬草的乳液 我覺得它滋潤效果一般般有點清爽 不太適合再多人多用 所以我不會買來用 Drunk Olephant的這一罐 是我一定會再買回來用的 因為它保濕效果真的很好 我覺得它有 雖然它是保濕霜 可是它有保濕面膜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棒 我喜歡 那摩洛哥油其實不是試用品 但是我已經有好幾罐了 它就是 只是我買大罐的時候 它送了小罐 這個應該不用太多分享 應該很多人都在用 但是它就是 如果你頭髮沒吹乾抹到有點頭頂的話 會有一股美味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你們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說 你有沒有 但我有 這個Sunday Riley的麵酸 我絕對不會再去買 就無緣無緣 我只用他們家自己的產品 就是因為我是買了一整組 這也不是什麼試用品 就是我去買了一整組 小盒的套裝回來試用 它就是 自己跟自己家的產品打架 掉屑屑掉的亂七八糟 而且我沒有化妝欸 就只是晚上睡覺前抹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這個我是絕對不會再去抹 這個是我之前也是買了它的組合 回來試用 然後是Lady Gaga的最愛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的產品真的很貴 沒有感覺有什麼效果 就是 以它這種在藥妝店賣的東西來說 它價錢真的其實滿貴 就是專櫃的價錢 每一罐都是大概一兩百塊加幣左右 可是 這很美小 而且它這個 它的這個cream抹在臉上 還有一種 就是塑料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感覺不是很天然 我不是很喜歡 我不會再去買 那Shiseido的 晚安面膜 之前有看到有人說 什麼 它每天都睡不飽八小時 可是 它就是因為用了這個 所以它每天都看起來好像有睡飽八小時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它就是 它如果你不是空品的話 它裡面是透明的 然後裡面有一顆一顆 感覺是它的精華還是什麼的 它就是敷在臉上說什麼 可以讓你看起來沒有眷容 我是感覺很一般啦 所以這個我應該也不會再去買了 這只是 它這個是我當初買回來小罐的 這個也不是sample 這是我去買的 買小罐它有一組 然後還有它的卸妝油 跟其他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普通 就 包色沒有雷 可是你也 心裡很清楚 它就是 只是一個很保濕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會在 抹乳霜之前 再先抹一個這個 超乾的 如果你只是單純抹乳霜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皮的那種紋路 就是 陷進去 就是非常乾燥 所以我現在都還是會先敷臉 然後或者是 先敷個 保濕水 這個是唯一 Sunday Rally裡面 我覺得好像 好像稍微比較好用的東西 就是 它是洗面乳 然後不會 沒有什麼香精 用了 就是感覺皮膚很清潔 然後黏黏的 可是 其實他們家的東西 並沒有很便宜耶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買得到很多 其他跟它差不多好用的東西 Elizabeth Arden的 時空膠囊 這個很方便耶 它感覺很像妝前乳 都是白天化妝之前用它 然後因為它一顆一顆的膠囊 所以你其實 帶出國啊什麼的都蠻方便的 所以這個我可能還會回購 但是我不會把它當成一個保養品 我會把它當成妝前乳 克蘭斯新出的這個保濕的 嗯 我覺得它就是 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壞 他們因為很常會做打折啦 所以如果便宜的話 我可能還會買 但是我並沒有對它覺得特別驚豔 我不會再買耶 這就是剛剛那個LUNA Sunday Riley 哇 這罐就是保養油 真的是我用過覺得最奇妙的保養油 它超臭的 也沒什麼效果 然後還藍藍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怎麼會出這種產品 這是他們的身體乳液 我覺得可能在亞洲很好用吧 可是在多人都有點不夠滋潤 雖然它說它是什麼ultra 就是極度滋潤的身體乳液 但我真的覺得還好 它有附上兩塊錢的coupon 可以讓我去買 我也不想 禮膚保水 然後說是抗敏感的精華液 我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而且我之前就是 因為想要各種試用 這些開架式的保養品什麼 可能不是這個關係啊 可是我臉真的長了一顆東西 不管我敷什麼面膜 它都不出來 但它又沒有一個牙 所以我不能把它擠掉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啊 好煩喔 很黑 就有點色素沉澱 我覺得超煩 特別感覺啊 我應該也不會去買它 但我沒有說過敏是它造成的 我只是說 因為我用了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懷疑 它是其中一個月 這個hand cream 我有很多這種小hand cream 我通常都會去買很多這種小的 因為我有很多小包包 然後我就會把它們放在裡面 這個有一股清新的味道 是英國做的 它吸收蠻快的 然後 其他我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很普通 這 Peter Thomas Rose的D-TAX 就是它的排毒小黃瓜面膜 我覺得我不會再買一次 我普通沒有排毒 然後 也沒有粉刺跑出來 用在臉上還會痛痛的 我實在搞不清楚這支面膜的用處是什麼 這支護唇膏超不滋潤 完全不推薦去買 美國的牌子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出一支完全不滋潤 就是超水超水 吸到爆的護唇膏 不懂 BOSA ANS 他們的東西 我其實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個眼霜是 我買的試用包裡面的其中一個 其實很 就是保濕 沒有長肉芽 然後又很好推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 我開始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這個牌子 但因為這支眼霜 我開始對他們家的東西有好感 我覺得我會去買一些來用用 這也是這邊的藥妝店在賣的 這一支是他們的保濕精華液 我覺得保濕效果在多倫多非常一般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多倫多真的太乾 我沒什麼感覺 不會想買 老精華液 因為實在太 我覺得吸收很快 但是 我真的覺得他們家的東西就是 不好不壞 所以這個我也不會買 這是Vishy的面霜 我是覺得好像這些牌子 就是在藥妝店裡面賣這些 醫美牌子 他們說是醫美 可是他們的效果真的都很一般 這個我也抹在臉上 沒什麼感覺 然後乾的地方也還是很乾 也不會看什麼細紋減少 什麼之類的 但你有可能說 那麼小一罐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我真的是覺得 用起來的效果很普通 他們唯一的好處就是 他們不會跟你的化妝品 或保養品打架 不會提 這是我剛剛說 那個Lady Gaga 也很愛用的 那個法國牌子 這是他們的眼霜 有點太稀了 以他的價位來說 他賣這麼稀的眼霜 是不是有一點 有一點 不知道欸 我覺得 至少你要有一點 作用吧 你好歹要很保濕 他都沒有 他就是一個非常 有點像水的質地 當然沒有到像水那麼誇張 因為他還是 就是你 弄到眼睛上 他還是滷的 但他就是 非常的稀釋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不推薦 不會買 這個我覺得超好用的耶 這個是我 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都不太讓我失望 是 毛孔隱形的 妝前乳 但我發現 如果你毛孔 沒有什麼問題的情況下 請你塗他就好 他還有潤色的效果 而且重點是 他雖然是毛孔隱形霜 可是 他的遮瑕效果 居然比我很多 其他的 粉底液 或者是遮瑕膏 都還要好耶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 所以我覺得我再也不可能會去買的東西 這個是 他們東西其實 以前其實有蠻紅過一段時間 可是 他說他會 讓你的臉緊實或什麼 我真的 一點點感覺都沒有耶 而且我那時候就覺得 這種東西 是不是 要用 不只一罐 才會有效 所以我還買了兩罐 但我用了兩罐之後 我也沒有半點感覺 就是他就是一罐 很普通的面霜 海倫鮮度濕的洗髮精 我真的不理解 就是 不香 然後 你說去蟹效果 我本身是沒有頭皮屑 可是我男朋友有 我看他也沒有 沒有頭皮屑啊 而且我覺得頭皮 像我這種很容易塌頭髮的人 我還覺得頭皮洗不太乾淨 所以這個我也不會再去買 他們家的卸妝油 就是很普通 眼睛還會很痛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眼睛 我不是故意要吃 但你在洗你整張臉的時候 你多多少少都會碰到嘴巴吧 你只要稍微碰到你嘴巴 就會有巨苦的味道 我不太理解 為什麼要就是 弄一個這麼苦的卸妝油 我真的每次就是不小心吃到 我都覺得好想死 我再也不會買這個 卸臉跟卸眼睛 可是他可能就是 卸臉就算了 卸眼睛我每次卸完之後 眼睛又 就是還有超多 我都已經用掉兩三張囉 我的那個化妝棉上 可能第二張第三張 沒有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再卸了 可是我再一照鏡子 哇塞我眼睛都還是黑黑的 加上他碰到眼睛也太刺痛了吧 我覺得這個是 但是我絕對不可能 再去買第二次的東西 這個是亞絲蘭黛說 用會美白的 他其實很貴耶 我記得他要145塊 還是165塊加幣 就是專櫃的東西 他除了味道還可以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保濕效果 你說美白或是去 去一些淡化一些疤痕那種 完全半點感覺都沒有 而且真的是他一點點不便宜 深糖卸妝油就是一個 非常普通的卸妝油 我沒有感覺到任何專櫃的概念 也沒有卸的特別乾淨 明明就是卸妝油 可是有時候卸完妝之後 會覺得臉很乾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應該是不會再去買第二罐 雖然我已經買過第二罐 因為那時候我是兩罐一起買的 也是亞絲蘭黛的 他是說會讓你的 shape and feel 就是會讓你的臉型 跟會讓你的皺紋 就是拉體的效果 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而且一點不保濕 還不便宜 所以我不會再買 雙材經典 我真的是用不完耶 就是 為什麼會有 就是我一定要丟掉 因為我還剩這麼多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挖不起來啊 然後挖起來之後也塗不上去 我搞不懂耶 而且這他們的東西真的不便宜 這一邊是畫外面的 我覺得這支還蠻好用的 眼線顏色明顯 不然我真的眼線有好多 我覺得化妝品是這樣 我有比較多 我保養品很多 有的會重買 因為買到好用的保養品不容易 可是買到好用的化妝品其實 我覺得沒有那麼難 尤其像眼線筆這種東西 所以雖然這個是我的推薦 就是如果你沒有買過它 它也蠻漂亮 然後也蠻耐用的 可是 我還是想要去嘗試其他新的眼線筆 所以雖然這支是我推薦 可是 我化妝品比較少再重複回購的 這個牙膏也是我不會再買第二條了 他說它會美白 裡面有碳 可以讓你的牙齒潔白 可是我用了一整條耶 我根本沒有任何感覺 我一點都不覺得我牙齒白 我是那種 每天刷三次牙 就是我只要一吃飽 我就一定會去刷牙的人喔 可是這支牙膏真的沒有任何感覺 牙齒好像還因為用了這支牙膏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其他牌的美白牙膏 就牙齒真的有變白 我現在已經用回那支牙膏 但這支牙膏是用了之後 讓我的牙齒變黃 就是 因為如果你沒有持續的用美白牙膏 你的牙齒本來就會變黃 如果你只是用一般牙膏的話 所以它 既然說它是美白牙膏 但是它沒有美白的效果 這個面膏 是澳洲的牌子 我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我覺得它也沒有特別好 特別好聞 保濕效果也相當一般 是因為澳洲的東西太天然了嗎 我不知道耶 反正這個我不會再買它 支牙塔的卸眼唇液 我不會說它不好用 可是以它這個專櫃的價錢 用小一罐125ml 有時候用 不是每一次都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時候用 還會覺得眼睛痛痛的 卸的效果 我一般般就是正常 沒有特別 浪人經驗 我覺得 我不會再買 我覺得很多好 我等一下會推薦 我覺得好用又 很超值的卸眼唇 這個是美國的牌子 它是身體乳液 我 絕對不會再去買它 雖然我把它用光 因為身體乳液 如果晚上用的話 只有我自己聞得到 我只要用完之後 再去塗一點其他的東西 味道就蓋掉 可是它真的聞起來超奇怪 它聞起來是一個塑料味 我不理解 為什麼會有保養品公司 想要出一個塑料味的身體乳 因為身體乳是一個很大面積的東西 所以它如果臭的話 真的會很臭 用了大概一年多的隱形眼鏡 是台灣帶來的 我覺得它真的還不錯耶 它的保濕度 以一個放大片來說 真的算是蠻不錯的 如果你是美瞳愛好者 然後你又需要戴一整天的話 它是蠻好 它要用一些眼鏡 就會要用一些眼鏡藥水 這個是我覺得蠻方便的 如果你是戴那種 不是非日拋的話 它不用戳 免洗戳 我就推薦你用這個吧 這個還蠻好的 因為我聽說博士輪那個 現在好像已經沒事了 但是聽說以前有人用博士輪 然後眼球就是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有點可怕 所以我如果有需要浸泡的話 我都是用這個 好啦那 空瓶已經分享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天新買的一些保養品 跟一些香氛吧 這個我之前就買過了 這是我回購的洗澡的 它超香的 它 而且你只要滴 大概一滴兩滴吧 它真的超好用的 你整個浴缸裡面 就是你手啊什麼的 泡在熱水裡面 都有滋潤感 不會覺得乾乾的 而且它還是玻璃瓶喔 重點是它一罐才7塊99加幣 我真的覺得太划算了 這罐很推 今天還新買了一個蠟燭 是這個San & Flock 它超 瓶子超可愛的 1塊99 它是 葡萄柚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瓶子放在家裡 看起來還蠻舒服的 很有它之前就是 點葡萄柚精油 一個月瘦了4公斤 就只是每天這樣一直聞 一直聞 我覺得這也太方便了吧 呼吸就會瘦 所以我決定買來試試看 這罐是我新買的 但我剛剛已經試用過了 我覺得這個很神奇 它才7塊錢 用完之後臉很滑 所以我覺得很爽 但它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 維他命C面膜 裡面充滿了 橘子的味道 然後非常天然 我剛剛不是說要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超好用 平價的卸眼唇嗎 就是這罐 這真的是我最近發現 最好用的卸眼唇 6塊99 卸的超乾淨 眼睛完全不痛 我只需要用一片卸妝棉 就可以卸兩邊眼睛 就濕敷個30秒 兩邊眼睛就超乾淨 再用那個剩下的 在眼睛裡面 就是擦一擦 就超乾淨的耶 真的完全不刺眼睛 這是我最近發現 最好用的卸眼唇 就是 以它的價錢 再加上它的卸妝效果 我真的覺得它太厲害了 又是碧兒群 因為我真的臉乾到一個爆炸 爆炸 現在有的面霜都是 不是抗老 就是滋潤 我覺得就是 保水可能還是要另外來 所以我就去添購了這一組 保水四件組 它裡面有化妝水 精華液 保水面霜 清潔用品 就是洗臉的 包上的東西就是 你不要想它可以讓你的臉起什麼 比如說抗老化什麼的作用 或是變明亮 但是如果保水的話買它就對了 我從高中的時候就有在用它們的保水面霜 到現在我用都是感覺還是一樣非常保濕 香蜜面膜 我已經敷了一片了今天早上 真的很好用耶 就是以它一片 2塊99加幣就7塊 它感覺非常天然 沒有什麼添加物 真的有達到保濕的效果 因為每天都要敷一片面膜 不可能每天都敷那種十幾塊面膜 偶爾敷這種一片大概 一兩塊加幣的面膜 我是覺得也可以 而且它真的就是 如果你是要每天敷的那種 真的可以買幾盒放在家裡面用 這個我還沒有用過耶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但是我就看到它在打折 其實也沒有打很多折 它從6塊99變成6塊錢 我就想要買一個護髮膜 因為我上個禮拜不是有懶頭髮嗎 我就想要買個髮膜來用用 希望它會好用 Laura Ashley 我好像知道這個牌子耶 所以我剛剛在買卸妝棉的時候 我就買了這個 這是卸妝紙巾 多很多你常常要穿高領的毛衣什麼的 我覺得很煩 就是有時候一個不小心把它拉起來 衣服就髒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煩 所以我現在都會先拿 一進家門就先拿這個把臉擦一擦 擦乾淨了之後 我會脫衣服 不然我就覺得衣服弄髒很煩 為了不要一直要洗衣服 一定要先用這個 我最近不是買了benefit的 花眉粉 它的那個刷子超難用的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個這個 它有眉毛的刷 剛好這兩隻也是我蠻常用的 1塊99了 看看它的毛好不好 欸它的毛很不錯耶 可以可以 它的毛是可以的 7塊99買這三隻 是划算的 多很多就是無盡的嘴巴脫皮 跟嘴巴脫皮 還有嘴巴脫皮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可以一邊看電視 或者是在剪片的時候 可以一邊敷 而且敷這種嘴巴的膜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不會想要去 偷吃零食還是什麼的 因為你的嘴巴被敷住了 所以我覺得很棒 因為公司附近的食物 不是 就是也不能說他們不健康 但是我就想要自己做一些便當 帶去公司吃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便當盒 一方面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環保吧 不然每天去公司附近 就是吃這個吃那個的 好像製造了很多垃圾 所以我覺得 我就去買了一個便當盒 我打算以後每天自己帶便當 有時候自己去公司附近買 午餐的話 你就會想要買一些 不是很健康的食物 但如果自己帶的話 你就可以逼自己 每天一定要吃健康的食物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都介紹完了 我就是這 飯來的空瓶 我都已經分享給你們了 新買的東西我也分享給你們了 你們有沒有什麼 自己也用過覺得好用 但我說它不好用 或者是你們覺得不好用 但我說它好用的東西呢 如果有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留言按讚 幫我把節目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